不然我是沒有辦法專心的 你看你讓我問他 你問我 他問他 然後誰有沒有下次還不還的問題 爛 一直可以這樣過了 切記 不要做新題目 再講一次 不要做新題目 會做新題目的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 所以這集答案選B啦 以上就是國三第科考前菜體的內容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 我們下次報告再見 每個人要關注明天考什麼 後天考什麼 大後天到底要複習什麼 明天考國術公立 後天考知音地 那這是你注意到了嗎 中間夾的這堂試習課 才是有關生死的關鍵 所以今天呢 我就會告訴你 三種高效的臨時爆火腳方法 這邊聲明一下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是不提仗你吃爆火腳 但是沒辦法真的太多問我 所以呢 我只好做了 但是我還告訴你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夫妻進度 回到主題 一節課的時間縮長不長 縮短不短 到底要怎麼樣用才高效呢 重點就是你前一天準備 前一天啊 你就先把你要看的東西全部都找出來 好 然後這個什麼書籤啊 什麼重點整理 你就先標記好 然後呢 全部把它收進你的書包 好 記得哦 不要太多東西 你看不完的 一節課而已 你怎麼可能做什麼單元式總複習啊 很多人就是帶了太多東西 就到了考場 這樣一堆沒整理的 你只是越看心越慌而已 然後睡前看的內容啊 可以選擇英文單字 國文助詞這種比較偏背誦的東西 因為這樣睡覺的時候大腦會幫你複習 隔天就可以在短時間內 輕易的讀取前一天晚上大腦幫你複習的內容 清理那甲如設法 媲美蓋茲貝雷 清理那甲如設法 媲美蓋茲貝雷 不過如果你還是真的想要複習惡補的話 網路上有許多段考的複習男人包 像我就認識一位蠻厲害的老師 他在YouTube頻道上的段考複習影片 都用單元區隔 FB粉專的圖片 文字也都有開放索取哦 重點是什麼 重點不是老師有多厲害 是這些筆記都經過整理 這樣你在考前就知道自己要幹嘛 才不會在那邊找說我要看哪裡我要看哪裡 浪費時間 看完你的懶人包收完你的文具之後呢 接下來就趕快去吃吃碎碎了 不要在那邊拖拖拉拉的好嗎 切記不要熬夜 過懶人經驗好嗎 你這次段考過了 下次呢 像下次呢你不會每次都過吧 而且這樣你是讀取款越來越差而已好嗎 切記不要熬夜 在你準備高一段落 當你到考場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人會分心 然後手足無所 然後觀察隔壁學霸同學 在看什麼單元看什麼科目 重點在哪裡超級無底部專心 所以你必須 提高專注度 這是第二步 準備一些耳塞或是耳機 記得不要聽音樂喔 除非你聽的是白噪音 或是比較沒有歌詞強切都那些 這我之前讀書房有講過 這樣可以讓你忽略周圍所有的聲音 避免你被其他人動作所影響 檢定你分心的機會 再來就是找東西接東西最容易分心了 還會產生跟同學開聊的機會 還是其實你是在等一個多月 就是為了日常課老師不在然後開吧 同學 能不能借我一首歌的時間 開玩笑的啦 兩首 所以前一天晚上啊 一定要把所有東西準備好 不要說這鉛筆像 它這種基本東西就算了 個人需要的東西也要提前準備好 像我呢就一定要有衛生紙 那衛生紙借我一下 我下次還你 不然我是沒有辦法專心的 你看啊 你讓我問他 你問我他問他 然後誰有沒有下次還不還的問題 讚啦 一節課就這樣過了 但是當然還有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專心的時候 我懂 所以呢 大絕招就是 動筆 就算你只是畫一些這種 沒有意義的底線啊 起碼你動筆的時候是專心的 總比你看隔壁同學在聊LINE 聊什麼來的強 OK 現在你開始專心複習了 接下來就是你複習的內容 這非常重要 這就像你上戰場前 要找一把最適合自己的武器一樣 很多人都拜在這一步啊 這就是第三步 選擇適當的複習內容 如果你平常有在整理錯題本的話 錯題本就是你自習課最該看的東西 至少你不會做錯一樣的題目啊 切記 不要做新題目 再講一次 不要做新題目 會做新題目的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 在這邊唱秋 覺得這個段考太簡單了 要嘛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就瞎做題 在那邊亂寫 結果還撞到段考卷上面 跟你準備那種衝突的題目 然後不知道該相信哪邊 然後最後要嘛靠賽猜對 要嘛就是錯了 然後在那邊抱怨 得不償失嘛 對 不會做這個錯題本同學 好適當的格式很不錯 我把連接放在下面 可以贊考一下 或許有同學說 哭啊 我沒有抽題本 拿到怎麼樣 哭同學了嗎 你抽的題目就跟它不一樣 哎 之前寫的考卷你總有吧 那些你做對 但是你沒有回去看的題目 就是猜對的題目 這時候可以救你一命 但是你平常一定要養成就做記號的習慣 而且不要只在乎對錯跟分數 你就想你複習的時候 你也才不管你這樣考卷考幾分嘛 所以懂不懂會不會才是你該關注的點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在這邊沒考卷沒錯題本的 請你出去 請你回到第一步戰前準備開始看 你一定要有考場如戰場的心理準備好嗎 我只能幫你到這了 資訊欄也會放上考拆的重點圖檔 還有好適到的錯題本給大家下載 希望大家可以妥善利用考卷自習課 達成臨陣魔腔不亮眼光效果 韓仁頭哥下次再見 不要不要 加碼一個 黑暗冰法 這個大家開玩笑不要學 就是斷考前自習課 其實啊 你可以去問別的同學問題 然後干擾他讀書 如果你真的有做準備的話 開玩笑就這樣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好 今天